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但实际上这种辣托才是对汽车的油漆伤害最大的杀伤性武器 以前曾有新闻报道 一些无良的汽车店会在洗车毛巾里边装上一些小钢丝或者是一些细利纱 来破坏车主爱车的表面油漆 而洗车毛巾中的泥沙对于车漆已经算是小case了 真正的杀手是我们平常一直使用的辣托 很多人看不到的是辣托中饱含泥沙 用这种拖把洗车那就相当粗暴了 平常大家使用手机的时候都会在手机的屏幕外面贴上一层膜 那是因为如果空气中的细小颗粒附着在手机表面 用布或者是纸巾擦拭的时候会对手机的屏幕造成严重的伤害 所以大家才会在手机屏幕外贴一层膜 而对于汽车的油漆来说 辣托中饱含的泥沙对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用辣托拖过车表面之后 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小划痕 但如果是对着阳光找一个合适的角度 我们就会发现爱车上密密麻麻的都是一些细小的划痕 所以很多人越是拖得勤快 车漆老化的速度就越快 所以像这样的辣托 平时擦擦汽车玻璃是可以的 千万别心大的拿它来擦拭汽车的油漆表面 最后用这一步的运车的油漆表面 最后用这一个大一步的小划痕